你有这么帮忙吗 叶家三弟骨瘦如柴 瘫倒在床边 大哥倒卧在附近的矮房子内 二哥同样受到皮包骨 看到救护人员挂念着 没钱付医药费 贫困三兄弟大哥身体不好 二哥以前能打零工 曾经是经济支柱 已经很久没有收入 三弟是市丈人士 领围博博助度日 第三个三星期的 三星期的那是三星期的 也不是低收 深藏 天后当时要超五十 自家我不要做 自我们老别的心不开心 不要做三星过一年 就落下了 二哥背负庞大的压力 其实亲友里长都曾伸出援手 亲情是后都会走下去 就是装的 在破 做什么的 我都那美丽 我每天都都快三十多来给他 我刚才没关心 他要这么快三十多来给他 他妈妈 很快乐 很麻烦 因为一年我喜欢 做不成功的 在我们的那个通报里面 是没有脆弱家庭跟保护系统的通报 社会安全网露接了这个家庭 第一个就先给一个纸烂金 和物资 先给它生完安心 再来回去我们就是苹果 要怎么来用长期的照顾 尘 还有玫瑚队 善款和物资只能够解燃煤之急 从居家环境改善到心理层面 陪伴关怀 三兄弟急需要帮忙 除了工部门介入 慈器之工也将评估如何给予协助 让他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 大爱新闻官李杨俊廷 彰化报道